米家鱼缸的成员搬走之后 我把魔鬼刀安排到这个单间 又添置了几个螺翅枣 这样应该不算虐待了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兔兔 欢迎来到兔兔的养鱼系列地 不知道多少期 自从去年米家鱼缸入坑之后 我就正式开启了养鱼生涯 期间也同步更新了 每个阶段的情况感受 收获了不少快乐 当然也免不了折腾 这次新房软妆的时候 我们就一致决定用一个鱼缸 去代替大型绿植 这不练习时长一年半的我 又逮到了机会 不过这一次是万万不会再买迷你缸了 我们的计划是 在客厅电视墙旁放一个一体式底绿鱼缸 所以体积和外形是首要考虑因素 这样它就能成为一个大摆件的同时 为小房子带来一点生机 一开始我想的是 下半部分是柜体的那一种 它就会有一些储物功能比较美观 但是从外形尺寸和价格 综合考虑下来并没有特别合适的 最终就选定了工业风的方形底律鱼缸 主要是它的尺寸最适合 对我家来说太小养不了多少鱼 太大降空间都不考虑 并且要给墙插排水窗帘留出足够的空间 所以并不十分满意它的外形 也还是选择了它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网购这种大鱼缸 它的包装很难开 本来是要当场开箱确认的 但是工具没带购 后来还是用撬棍和锤子打开的 所幸玻璃没有任何破损 否则设计售后的话肯定会超级麻烦 然后这个鱼缸的结构是既定的 不存在什么组装 所以把管子接上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在下单前一个养鱼的朋友建议我买裸缸配置 这样就可以自选一些更好的设备 当然这方面我并不专业 就无脑入了全套 什么潜水泵 加热泵 杀菌灯 冲氧泵 其中潜水泵是3-10瓦 流量可调 其他的设备功率是这样的 而鱼缸灯是72瓦的单色调光植物灯 除了亮度 其他的设置都调不了 因为这次养鱼 我不想搞什么雨淋缸造景了 而是想用传说中最容易维护的吸流缸 所以这个灯 它更多是起到一个辅助植物生长的作用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APP来定时调亮度 但无法接入米家 整个鱼缸的绿材仓真的很大 之前我折腾米家鱼缸的时候还剩下一些蛋糕绿材 然后在爸妈家又找到10斤的中空陶瓷环绿材 以为放进去怎么样也能够填充个二分之一 结果四分之一都不到 然后就只能额外购置绿材 120根10厘米长的细菌污还不够 又另外增加了一大盒蛋糕绿材 一大袋培菌球 分别把它们放进123号仓里 大家猜一猜 这些绿材一共花了多少钱 600多 真的好夸张啊 这些绿材的重量体积 至少是米家鱼缸的几十倍吧 所以光看材料就不难想象 它的过滤会有多稳定多有效 这个鱼缸上下全部加满 大概需要126升水 水泵会把下层的水抽上来 通过压嘴出水口排出 而鱼缸角落上下的这两排疏口 实则也是在不断排水的 毕竟有高度差 所以会明显感觉到水流噪音 使用流量调节阀可以略微减少 但很难达到比较静硬的状态 这让我有点苦恼 水流通过干湿分离盒 就能有效分离固体杂质 需要定期清洗 之前有网友给我评论说 不可能有干湿分离 这是一个伪概念 那这是什么呢 为了防堵 我还加了一大片毒水克星 但如果这个地方水流还是不畅 就会直接从中间的管子流走 算是一个防堵小设计 但这样物理过滤就失效了 所以定期清理很重要 水到了下层就会根据鱼缸的设计 经过123号绿材舱 流向4号水泵舱 最终实现一次循环 但开缸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 水泵开启前 下水总阀就得打开 否则就要水慢进山 并且因为它下排的水流量 有一个最大值 所以水泵的抽水速度 就必须低于它的排水速度 否则抽得快排得慢 就会慢出来 这个鱼缸的结构它是中空的 起初再装上了各种设备之后 就真的很杂乱 我用了一个5X PTU电源 解决了多设备统一供电的问题 然后把大多数的线踩产管 至于设备的控制器 多余的线 全部塞进了一个插线板收纳盒里 最终大家看到的 已经是经过优化美化之后的样子了 然后下方的绿材舱 我原本是计划贴一层黑膜的 这样就看不到杂乱的布局 但想了一下还是放弃 因为这样至少能方便看到水位 但如果当初我把绿材颜色 铺得比较统一 可能看着就不会觉得那么丑了 关于造景 最初我是很纠结的 因为我偏好南美风 但不适合种绿植 对鱼品种也有要求 所以最终就选定了 好打理好维护的西流风 底沙就是西流沙 刚好15斤铺出来3厘米厚 上面是大小不同的青龙石加鹅卵石 左高右低布局 其实从沙发视角来看最适合右高左低 但它右边是排水溢流区 总之我在造景方面实在没什么天赋 调整过来调整过去也就这样了 仅有的两株水草 一种是水溅 另一种是铁黄罐 挑了几节竹节草 反正都活下来了 其实我还专门买了一颗水洋梅 种在边缆上 结果到货没几天就挂掉了 反正是卖家送的原心亭 长得贼好 所以即便风格不搭 我还是不忍心丢掉 开缸的时候 我把米家鱼缸的热带鱼全部捞过来敞缸了 差不多10条 大部分都是灯鱼 然后又在小鱼池捞了点放养的孔雀鱼后袋 虽然是杂袍 但也挺好看的 而且孔雀鱼有个特点 喜欢在上层游动 就感觉跟其他鱼没什么交集 鱼缸稳定运行了几天之后 我就在网上买了几条黑线飞狐 30条黑尾大钩 6条品种不一的小精灵 一对神仙鱼 但运过来就挂了一条 还有两只辣椒蟹 两只黑金刚螺 5只蜜蜂螺 到现在为止 快一周的时间 没有损耗 这个让我还挺意外的 鱼的品种这一次可以说非常随缘 因为我觉得才脱离新手去 所以整体更倾向于 饲养难度比较低的品种 但这一次我有个大失误 就一开始 不应该把热带鱼带过来 后来造井不是西流风吗 就选择了适合西流风的鱼 然后现在就很混搭 就只能说先养着吧 我有个大失误加热带 这个鱼缸从开缸到现在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目前是空气缸的状态 我挺满意的 当然最满意的不是鱼缸的造型 也不是鱼的品种 而是过程系统的平衡 这就意味着后期可以大大减少维护 之后会涉及到换水 但应该不多 造景方面可能会随着植物的生长状态有所改变 但大框架不会变了 至于自动化方面 想要请教视频前的鱼友们 植物光照充养杀菌 怎样设置才是最合理的 最后预测一下 可能运行半年之后 下层绿材舱的清理会比较痛苦 因为这个鱼缸没有枪牌 当然这项重担就是我爸去承担了 OK 那么本期要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所以水泵的抽水速度 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